要想做出不牙称 还特别鲜的拉草花咸的 下面的三步你要看好了 第一步 买回来一斤半的花咸的 放上清水 加入一勺盐 再放几滴香油 咱们让它吐沙半小时 半小时的时间到了 咱们用手捞的方式 将花咸的捞出来 咱们看一看 吐出这些啥子 第二步的花咸的要凉水下锅 煮至刚一开口了 咱们就立马给它捞出来 千万不要煮时间长了 那儿就变老了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下入葱姜蒜 红干椒焯香 放入一勺脾鲜豆瓣酱 豆瓣酱咱们一定要用小火 给它炒香 炒出红油 这样炒出的花咸的 才又香又鲜 这也是关键的第三步 然后放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酱油 再放半勺白糖 顺锅边开大火 烹入料酒 下入花咸的 用大火翻炒 炒至调料融化 千万不要炒时间长了 时间长了它就老了 然后咱们用水淀粉 给它勾点薄馅 翻炒两下 使千尺均匀的包裹中花咸的 然后咱们下入一把香菜的体味 再次翻炒两下 如果您觉得说的详细 就对这屏幕点两下吧 如果做得可以 您就给我点个关注 咱们明天见